政府说不给你们补钱了吗 跟拿进去 跟弄进去 昨天还两碗钱 今天就一碗钱 听说没 爱国就好像出台了 早就该让那些吃狗羊的罕见无处遁形 可是怎么叫爱国 怎么叫算不爱国 这很难界定 这有什么能区分 你随便举例 通过一个人的言行 我就能秒判断他爱不爱国 打倒小玉北 把玉米鬼子打死 打倒小玉北 把小玉米鬼子给你打死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啊 这位小粉鸣骑着电动车 插着中共国国旗 放着打倒小日本的口号 从早到晚的游街 非常的可笑对吧 河北的灾民啊 遭受苦难 却不能像这位 人凶一样 插着国旗 说 打倒中共 还我房屋 还我赔偿款 不能 分分钟就被抓走 是不是现在大量武警 拿着盾牌跟警棍 去帮忙救灾嘛 对吧 我们总结一下八月份至今啊 中国这13天发生了什么事 华北东北的天灾与人祸 恒大 规避园 中植系 这都是中国的大房地产 全部爆雷 钱付不出来 而中国一直以来的通病啊 什么信托啊 P2P啊 继续持续的爆雷 现在也爆雷的越来越严重 还有中共医疗体系的反腐斗争啊 在这个月啊 达到了巅峰 2023年第一季中国旅游人数入境啊 同比2019年啊爆跌了98.6% 7月份的CPI PPI持续下跌 美国禁止华为各项技术领域在美国境内交易 中国一二线城市房价持续下跌5到15%不等 而所谓华人的固有观念 就是存到钱之后买房投资 所以也等于呢 财产跌了5到15%不等 且这个跌是因为经济不好而跌 所以你的薪水也是跌的 而中共啊 明年4月份将开始严格执行所有的App 手机上的App 必须经过党的同意才能上架于中国 下载来用 也就是以后的什么YouTube啊 推特啊 你可能要非常透过最新的技术才能取得啊 最关键的就是 中国7月份的新增人民币贷款 3459亿 不仅比6月份少了89% 比去年同期更少了3498亿 更突破了单月新创 2009年11月份以来的新低点 7月份中国货币工艺M2同比增加了10.7% 而人民币啊 在7月份的存款减少了1.12万亿 所以遭受了这种天灾人祸 过一堆银行信托暴雷 房地产暴雷浪尾楼 赔偿住户钱不到位 像是这个地方啊 只赔了30块人民币 我们来看一下啊 你们看一下下面的网友说什么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那根本花不完 太多了 这该怎么花 我都花不完呢 30块已经不少了 知足吧 不知足又能怎样 我听了半天 30块 医院扫进一台机器就够了 这就是我刚刚前面说的 所谓的医院反腐斗争啊 他30块你先来搞笑吧 30块干嘛 还有人说 一天30块 10天300 20天600 300天9000 365天 10950元 不少了 根本花不完 最好是这样哦 每人至少也得2000过度一下吧 这样我不就成了富二代吗 这都还不是最荒谬的 最荒谬的是什么呢 只给灾民吃白粥 我都以为到了大清 以前那个大清的连续剧 不是哦 河南哪发生了 旱灾发生了这个水灾 天灾啊 中央官员就会到地方 发凉震灾 开粥棚 每个灾民啊都拿着碗 来领粥 结果那个时候还规定嘛 什么筷子插下去 筷子不能倒 筷子倒 就是你这个掺水过量 地方官员要斩首 看来啊 这片领土啊 自古以来都是这样操作 明明一堆救灾物资 你却只给人家吃白粥 那些物资哪去啦 你要高价又要卖给谁 现场还配两个武警监视灾民 昨天还两碗钱 那今天就一碗钱 还两碗钱 政府说不给你们补贴了吗 别咋录一下 你当然没有啊 你怎么在外面 你想让这娘 跟拿你娘 人家你弄你娘 总的来说啊 中國的政治環境讓非常多人不敢放手貸款 而信貸需求也是蠻弱的 其中中國住戶的存款減少了2007億元人民幣 其中短期貸款減少了1335億元 中長期貸款減少了672億 我們都知道就 啊 爛尾樓太多嘛 經濟不好嘛 房價下跌嘛 造成人不敢再買房啊 很多人買房你就是想賣出去再賺錢 小房換大房嘛 對吧 華人的固有思維嘛 賣都賣不出去了 我買準備要高價再賣 結果又跌成這樣 我的財產盡私了 你還要讓我買買什麼呢 當然啦小粉紅一定會說 你看這個數據 我們中國人減少了貸款證明什麼 我們越來越有錢的 我們不需要貸款買車 不需要貸款買房 不需要貸款創業 我們所有的買車買房創業 都是付現金全款付 因為我們月入100多萬人民幣 窮人才要貸款 對不對 他們買房都一次買了 買車 哦這台車多少 200萬 直接買 付現 刷卡 完蛋了 你們抖音看太多了 抖音都這樣啊 什麼創業自備款 跟政府貸 跟銀行貸 不然中國人都越來越有錢了 我要開這家企業 兩億直接上市 我都不用找股東 我什麼都不用 我都自備款 讚耶 對啦 你們趕快去買中國政府背書過的信託產品 被坑了絕對不要維權 那是你奉獻給黨 這也是中國最詭異的 中國現在又一堆所謂的信託啊信貸啊什麼什麼在爆雷對不對 而這個最搞笑的就是中國政府有出來幫這些東西背書 放心買 極權政府都幫我背書了 我還不買報 結果買報賠錢了被騙了 人民去維權抗議 你當初政府背書的 你政府多少也要負點責任吧 政府說不要不要你們自己要買光我什麼屁事啊 所以這後面簡單來說是什麼呢 中共跟這個 詐騙的信託這些東西合作 我們騙這些韭菜的錢 我出來說我幫你背書 人民投錢進來之後 爆雷 詐騙 我給你中共政府多少 然後你幫我打江山 這就是暖心的地方啊 而我們還可以發現7月份人民幣存款減少了1.12兆元 其中住戶存款就減少了8,093億元 但中國的M2貨幣 供給持續在增加 按理來說這應該可以 擺離通縮或是緊縮了吧 沒有 持續在通縮持續在緊縮太暖心了吧 所以我說有時候用正常國家的邏輯跟思維去看 你完全看不懂 所以這怎麼看都是普遍中國人對未來不抱有希望 即便自己運氣好 薪水沒被砍 或是沒有被裁員 也不敢像以前那樣大手大腳的消費 因為你知道現在這個市場這個國家的經濟狀況不是很好 這就是所謂的黑天鵝事件 雖然中共一直在說明天會更好 但從數據上看來大部分人民是不相信政府 如果未來不會更好只會越來越糟 而我現在目前沒有能力改變 因為你是有槍桿子的極權政 所以我不會跟以前那樣亂花錢亂消費 如果未來只會更糟 我現在還能賺錢的時候我亂花錢 我未來不就更窮更慘嗎 所以相信很多台灣人都聽不太懂啊 因為我們現在沒有走向這樣的跡象 我們永遠不會懂 即便中國遭受了一堆苦難對吧 還是有小粉紅在喊打倒小日本 我就不懂了這些苦難是日本人帶來給你們的是嗎 而中國在今年開始加大力度的脫鉤 是不是今年是最明顯的 這也是盛上希望做的 而最關鍵的就是從人的角度 個人的單位去脫鉤 因為目前中國還沒完成內經濟 還有這個跟中亞南北等等國家新市場的這個連結 足夠多的交易量 所以一定程度上還沒有完全與歐美擺脫 那要怎麼從人的層面去脫鉤呢 就是設立一堆的間諜法、愛國教育法 最好就是能讓每個中國人出國更加堅定的愛黨愛國 不管你愛黨愛國是不是志願的 你背後也有一個強大的祖國在立法逼你愛黨愛國 而中共跟他帶任務的間諜 持續在歐美日韓鬧事 繼續加深了世界對中國人不好的印象 最後再配合中共的宣傳 你看西方就在仇視我們中國人啊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有一些腦袋不清楚的人啊 相信對真的耶我被歧視了 但他們不會想是小粉跟中共在害他們被綁架在一起 那這些人就會說 我在海外都被仇視啊 我只能跟祖國站在一起啦 祖國偉大法農復興啦 打倒小日本啦 前幾天有個中國人在小紅書放了這段反諷的影片 結果被下架了 帶大家來點評一下這段影片 聽說沒愛國就也早要出台了 早就該讓那些吃狗糧的罕見無處對形 可是怎麼叫愛國 怎麼叫算不愛國 這很難界定啊 這有什麼能區分 你隨便舉例 通過一個人的言行 我就能秒判斷他愛外國 在網上罵美國 損西方 強調外部危險 有民族危機感 愛國 那講內部問題呢 吃狗糧的五十萬 不愛國 聚焦外國缺點 這是一種自信 愛國 講本國短板 醉久了 膝蓋缺蓋 不愛國 那噴國毒算不算缺蓋 下一個問題 我聽說阿根廷那邊挺昇華的 無程無關正的 哦 那我繼續問啊 愛皮在海外的 外國功績更甜是吧 二鬼子職人不愛國 那愛皮在北京和上海的 這總在愛國了吧 滿清女涅和租借买辦 既得立者不配說話 不愛國 北京的都不愛國了 那哪裡人還愛國呀 河南人愛國 其次廣西也還行 對老美強敌案 勒老漢津津樂道的 愛國 提國內失業率 物件收入水平 居心妥色 不愛國 喜歡宏大叙事 各位不華夏跟我一樣愛國 聚焦民生經濟 強調小民生 所長的公知不愛國 再網上查成份抓罕見 這是無產階級的一身正氣 愛國 出現災情捐錢捐物 這是資產階級的裝模作樣 愛國 捐錢都不算愛國了 有錢打了 他們錢來的乾淨嗎 那是社會賦予他們的 國家賦予他們的 那是他們這邊進的義務 平常算愛國 行 那我接著問啊 在俄羅出途中支持俄羅斯 聲明大義 懂得純網齒痕 愛國 那人侵略是不對的 從清烏克蘭 烏賊沒搞不愛國 那中立不關注沒興趣呢 不愛國 那不關心也不愛國啦 當然了 你是中國人嘛 俄羅這事兒就是 美國挑選來的 你不挺喝就是不反美 不反美就是不愛國 那打響烏克蘭老百姓的炮彈 到底是誰什麼買的 那也是美國 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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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額 對不對 深得小粉紅跟舔共台灣人的邏輯 反正總之就是你逃打啦 你被打都是你逃打啦 這個邏輯這個脈絡嘛 那隨著中國境內紛紛要求抓50萬 加上大力宣傳間諜法 中國有些地鐵城市的標語 就是有這些啦 像以前有個蘇聯式的笑話 就是共產主義如果實踐了 世界大同 還會有警察的存在嗎 欸 答案是沒有啦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 所有的公民 都會自我審查 已經學會了自我逮捕 即便你今天舉了一張白紙 欸欸欸 你舉白紙什麼意思 我知道你舉了什麼意思 你以為我不知道你舉什麼意思啊 你就是那個意思 還是說什麼意思 就是那個不能說的那個意思的意思 今天影片到最後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想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蝦見 掰掰